所以啊 也可以吧 所以啊 同学们 你们之前写作真的太死板了一些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没有人限定你的想法吗 就拿刚才这道题来说 真的两种观点都可以 写成一篇文章以后 只要能对应得到这个观点 OK 别管中间结构 我们现在不讨论中间结构 先把你自己的观点想明白 有同学连自己观点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问我 老师中间怎么写啊 怎么怎么 你看 Wendy又来问这个问题了 你自己看吗 又开始问这个问题了 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没有个人观点 再问他在哪行不行 他在第一段可以 在第二段也可以哪都行 你们一天关心的东西 简直就是考官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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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官就会觉得 你连论证都讲不明白 你一天到晚去告诉我 老师我要写几段啊 老师我要反驳谁啊 你先写明白了再说 你先把个人观点想明白了再说 劝你们不要去写自己写不动的这种方向 明明有那么简单可以写的东西 然后不用去选一个复杂的 这可能就对自己来说麻烦感大 对吧 我觉得我前面两种方法都很好写 对不对 如果要看博物馆的性质的话 说实话太难了 对 专业博物馆我是不会写的 对吧 关于博物馆的专业知识 我肯定是不会写的 这就是对自己好一些 不要难为自己 OK 所以大家听一下啊 Jessica 我发现你也有些小问题 你看不见屏幕上有写字吗 还是说你那边确实网络比较卡 Jessica 来 我看你已经问第二次了 我照顾一下你 你是太卡了对吧 那你调一下网络啊 因为我发现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所以你把网络可能要卡了一些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人认为博物馆应该娱乐化一些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博物馆应该是教育游客的地方 怎么怎么样 所以 希望大家自己看一看 这个题目我们按两个方法来处理 都没问题 真的都没问题啊 好 那么 没完 同学们 我再重申一遍 你们先不要管个人观点写在哪段行吗 你们先问问自己有个人观点没有行吗 你们不觉得我这个讽刺真的很重要吗 来 同学们我们不开玩笑 你们现在为止是根本就没有好的个人观点 你不是在哪一段的问题 你都不知道个人观点是什么 然后你关心我应该写在哪一段 这真的是个很大的讽刺的 我出题了 来 你们给我个人观点 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了 不用论证 只要把个人观点说出来就可以了 好吗 真的不开玩笑 我出题 请你给我个人观点 开始了啊 开始了啊 开始了开始了啊 有人认为 用动物来进行实验 是残忍的 违背了道德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样的实验 对于人类非常重要 所以应该被支持 讨论 讨论 双方 你给出个人印象 有人认为 用动物做实验 是 很 残忍的 违背了道德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种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它对人类很重要 所以应该被支持 我没问你们支持不支持 我要摔电脑了 行吗 哎呦 我说实话 我这个不骂人的人 我都像人想骂人了 我真心想要骂人了 同学们 你们根本就不听课的 我说的第一种观点是什么 我说的第一种观点是 求你用虽然但是来选出你偏向的 而不是直接给我选一个观点 你给我个虽然但是的这么一个逻辑 行不行 对吧 第一种你好歹让我看看你 虽然但是能不能说明白一件事情 再然后呢 如果你认为他们必须共存 你就共存 这道题不可能共存 第三种情况看情况而定 你们相信我 看情况而定不好写 看情况而定真的不好写 你真的不是特别会写 看情况而定 你最好就 最好真的就就就 就最好少碰它 好 大家都选的是 虽然但是很明确嘛 这道题应该是 这道题应该是明确有个虽然但是的 那个感觉 对不对 好 那么我来说说我的观点啊 听好了 我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啊 OK 我认为 虽然基于动物的实验 给他们给他们带来了这种痛苦 甚至死亡 但我不得不支持一定数量的这些实验 他们太重要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对吧 我认为虽然基于动物的实验 它带来了这些痛苦甚至死亡 但我不得不支持 对不对 一定数量的这些实验 因为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同学们 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中间该怎么写了吧 不就是把虽然和但是分在两段分开来写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你们的写作不就变清晰了吗 就不要去莫名其妙的再找一些高级写法 什么动不动就反驳呀 动不动就两层反驳呀 however开逃 中间又however一次 你能累死自己呀 真的能累死自己 没完 刚才这道题 我反过来说可不可以 同学们 听一下啊 我把刚才那个观点反过来说一下 你们看可不可以 OK 挺好了啊 OK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虽然 人类 不得不用动物来进行实验 为了一些目的 但是 OK 但是怎么样 我认为这种实验应该被尽可能的减少 可以吗 可不可以 不也是一个清晰明确的个人观点吗 完全就是一样的写作结构 但是两部分明显主次就反过来了吗 我的个人观点就出来了呀 考官就想看看 你到底自己是怎么想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你们之前在写作的时候 无论是在学还是在考场上 根本就没有问自己是怎么想的 莫名其妙就开始论证 莫名其妙就有了个人观点 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更谈不上有这样宏观的一个观点 更谈不上在动手写之前就有如此清晰的一个观点 你们经常是写一写就会发现 哎不对啊 这跟我刚才想的不一样啊 对吧 哎不对 这个好像我都不知道我论证到哪里了 真的 觉得我都不知道论证到 接下来该写什么了 该下一段要写什么来着 你一定要先对自己的想法做好确定 整篇文章才能有个plan嘛 所谓的plan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啊 把观点想好了以后 你就有plan了呀 你就有计划了嘛 对不对 我再重复一遍刚才我讲的那句话 大家拿到一个disgust类型的题目 请一定先把个人观点想好了 然后再去开始每个段落具体写什么 并且提笔写作好不好 千万不要把文章背一遍 比如说刚才那道题 有同学看见心里可高兴了 哎呀 这个我看过 预测众位呀 素材里面有呀 然后开始第一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动物实验的问题 有人认为这些实验很坏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实验很好 在给出我的个人观点之前 我想先分析双方观点 第二段开始 一方面有的人认为这些实验很坏 这些实验非常糟糕 因为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写什么呢 这些实验导致了动物们非常痛苦 所以他们很坏 除此以外 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 哎呀还有什么来着 完了 是不是这样的吗 我没说错 真的就卡在这了吗 对不对 就翻来覆去的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先想好你的宏观的结构 再把昨天学的加进来 对不对 同学们 昨天学的拿进来一下就好用了呀 你能不能把实验降下来 这道题的A观点就只有一个方向 这些实验让动物痛苦 对不对 这就是你要写的唯一的东西 这些实验让动物痛苦 这就是你要写的唯一的东西 你不能再去写实验别的坏处 因为题目已经说了 有人认为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对于动物来说非常的痛苦啊 或者带来很多的折磨呀 你想想嘛 他们是怎么实验的吗 他们把病毒注射到动物的身上 让他感染某个疾病 然后测试药品的效果 很有可能根本就治不好 最后就死了 是这样的不 除此以外 还有的动物直接被用来进行解剖 对不对 用来检测一些药品带来的对器官的影响 是不是 你看看宏观像我这么来写清晰明了 微观像我这么来写又有内容 这难道不是市面上最好的写作方法吗 对 你看林绿文同学那个真的很好 为了测试大脑功能 有的动物被切掉小脑来进行实验数据的统计 这对于动物来说简直是无法容忍的痛苦 简直是无法承受的痛苦 这不就是你写作拿到七分甚至更高分的手段吗 考官也喜欢看这种 故事一样的 有内容的 宏观也好看 微观也连贯 个人观点清晰流畅的 哪方面都不丢分啊 唯一丢分的不就是语法词汇了吗 是吧 唯一丢分的最后就是语法词汇了 唯一丢分的就是语法词汇了 大家应该知道把想法学好一些 把内容变得连贯一些 最后就在语法词汇上 丢分就可以了 小脑不会写 small brain 我也不知道啊 小脑 小脑我见过 但是第一反应想不起来了 小脑怎么写的 真的 第一反应完全想不起来了 但是我肯定背过 什么时候背过完全不记得了 小脑 你还拼音来玩去啊 好 回来回来回来啊 回来回来回来啊 病毒实验很好写 viruses virus okay cerebellum good thank you 好了 停了啊 停了停了停了 请大家跟着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中文 今天我说过 今天这道题很简单的 你们一定就踏踏实实的 把我讲的步骤学会了 行不行 踏踏实实的 把步骤学会就可以了啊 听好了啊 拿到discuss题目以后 第一反应是把什么先确定了 第一反应把什么先确定了 把个人观点先确定了 是胡思乱想 还是怎么想啊 是胡思乱想 还是怎么想 是从我那三个观点里想一想 我那三种观点里想一想 总有一个对他最合适 对不对 总有一个对他最合适啊 你看 有同学告诉我 虽然但是 我给了你三个 你告诉我虽然但是干什么 我给了你三个呀 我给了你三种方向啊 OK 好嘛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要选三种观点当中其中一个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果选好以后呢 到底怎么处理 对不对 选好以后怎么处理 OK 来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些文字你自己看就可以了 一方弱 一方强 先写弱 再写强 这就是虽然但是 看见没有 还有就是两个观点共存啊 或者要看情况而定啊 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三种观点 OK 那么我们用真正的内容来对应它一下呗 OK 简单看一下啊 马上就要放你们休息了 如果这个题目里的A和B两个观点 让你一瞬间就找到了弱强的区别 你就按我讲的虽然但是的逻辑来写嘛 好不好 你就可以按我讲的虽然但是的逻辑来写 我再说一遍啊 虽然但是是个逻辑 同学们听见没有 它是个逻辑 把弱的写前面 把你更赞同的写后面 这就形成了考官阅读的 OK 习惯逻辑 OK 所以呢 它只是个逻辑 不要纠结 哦老师 虽然但是要怎么写啊 怎么怎么样 听懂 听懂啊 OK 大家看看屏幕上的这个结构 你们能不能接受 看看屏幕上这个结构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 这就是虽然但是的基本结构了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关于某个争论 这个争论是你提炼出来的 我原本里是没有的啊 这个争论你要自己提炼出来 你要自己提炼出来啊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关于某个争论 在我看来 虽然怎么样 但是怎么样 你可以写成这句话 但你也可以不一定写成这句话 你可以写 OK 在我看来 什么比什么要多 对不对 在我看来 OK 它更多的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 这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呢 你如果不会灵活 你基本上把它写成虽然但是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是个争论 你把A和B安排在分别两个位置就可以了 请问 为什么给虽然和但是打括号 为什么给这两个词打括号了 为什么给这两个词打括号 是因为这两个词只能选一个啊 不能同时出现 这两个词只能选一个 不能同时出现 因为它是语法问题 你只能写 ozo怎么样 逗号怎么怎么样 或者呢 前面没有ozo 写一句话 然后逗号加个but就可以了 好吧 只能用一个 对吧 小康同学反应过来了啊 只能用一个 所以我打了括号 good 同学们继续 第二段 一方面 是不是把虽然部分先重复一下 把那个方向先重复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你需要一定的改写能力 需要把那个方向稍微重复一下 重复完了以后呢 支持 支撑 支持 支撑 无论是我们讲的第一种片段 还是第二种片段 都放在这里来写它的方向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说过了 多用还是少用啊 请问 多用少用啊 少用 少用 我写在这里是让大家觉得简单一些 其他的版本呢 你们看看课件 也有别的版本 对不对 一方面 从谁谁谁的角度来看 挺好的吧 对不对 或者一方面 一些科学家们认为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一方面 一些科学家们认为 也可以吧 一方面 一些教育学家们认为 也可以吧 一方面 一些家长们认为 只要跟题目相关就可以 对不对 只要跟题目相关就可以了嘛 对呀 这是我昨天教的呀 所以今天就用到了呀 你就用昨天教的来写这些片段了呀 所以我昨天才说 今天就要用到他们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你认为偏弱的那个部分 但是你不要反驳它 你用这个转折就能说明 你更偏向另一部分了 同学们 我劝你们 写作少反驳 尽量没有什么要反驳的 只要有一个语言上的一个转折 只要有一些文字上的转折 However就足以说明 你偏向第二个观点了 今天没有 或者你偏向你的后半部分观点了 嗯 嗯嗯 有没有同学在考场上 为了反驳憋半天写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考场上为了反驳憋半天 跟他 怎么反驳这个观点呢 咋反驳他呢 不反驳就结束不了这一段呢 有同学总要在一段的结束 是反驳前面讲的东西啊 你疯了 你自己把它分成两层不就得了吗 比较浅的这层 和比较深的这层 不可以吗 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啊 对不对 所以呢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 believe that 当然了 我们也说了 有个官方版本怎么写的来着 写给我看 有个官方版本 咋写的来着 来来来 写个官方版本来看 来来来 快快快 写个官方版本来看 However I would argue that I would argue that Right 然而我想说的是 OK 人们更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想说的是 OK 每个孩子都应该做什么 原因如下一二 讲下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I would argue that 官方一下 书面画一些 最后 总结嘛 不要写新东西 就是一个 我承认A 但是呢 我看中B 把它完整的再 总结一遍就可以了 再完整总结一遍就可以了 请问同学们 如果你选了这个 虽然但是的逻辑结构 请问 有没有完成讨论双方这个任务 有没有讨论完成 有没有完成讨论双方这个任务 有吧 On the one hand是一方 On the other hand是一方 对不对 有没有给出个人观点这个任务 有 我完成了三次哦 第一段有我的个人观点 第三段也是我的个人观点 结尾段还是我的个人观点 从头到尾都是连贯的个人观点 OK 有同学问了 克老师 这段难道不是你的个人观点吗 同学们不要乱 这是我的观点跟另一方观点 合并在一起了 好不好 我没有必要又单独写一个 我赞同他 听见没 你们有同学习惯这么写的 A是怎么认为的 B是怎么认为的 我是怎么认为的 你不觉得我那段会跟他重复吗 你不觉得我的观点跟他是重复的吗 你还得又单独写一段 你疯了 那段会写死你的 你的观点不就是这方吗 你把它引出来 把自己引出来 不就完成这个任务了吗 OK OK 好 给大家说一个题目 然后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回来以后来聊聊这个题 好不好 听好了啊 自己拿笔记一下 并不是雅思考题 是我们真正的生活题目 听好啊 有人认为 读研究生应该在国内读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应该出国读研 讨论双方观点 给出个人意见 再重复一遍 有人认为 应该在国内读研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应该出国去读研究生 讨论双方观点 给出个人意见 休息五分钟以后回来 休息五分钟以后回来 back we're back we are back are we back yes we are ok ok 来 养成好习惯 听见discuss 先确认观点 真的养成好习惯 听到discuss 先确认观点 有人认为 国内读研 有人认为国内读研 有人认为 应该出国去读 来来来来 把观点拿出来 先把观点拿出来 养成好习惯 不要含含糊糊 清晰的个人观点 分情况 哎呦同学要分情况 OK 同学们 你们相信我 取决于的这个观点 真的很难写 真的很难写 哎呀 真的很难写呀 当然我不反对啊 我永远都不反对 可是真的很难写 你们要分出 很多种情况来 对不对 要分家里有钱没钱 要分自己性格 要分自己专业 你怎么可能能把它 OK 当然他肯定写在最后一段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 写过来的话 写在最后一段 哎 取决于不好写 这道题的话 我不逼你们啊 但是我个人会选择 会选择 虽然但是 哎 虽然国内读研 很方便 比较轻松 但是出国 带来的好处更多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多清晰吗 你们为什么 总不往简单的方向 去处理呢 总要把自己 你搞的那么困难 真的 真的 你把自己搞的特别困难 到最后自己把自己往坑里头埋 虽然国内读研很方便 很轻松嘛 对不对 但是 出国带来的好处更多嘛 是这样的吧 so 第一段 你如果按照这个来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轻松明白 第一段要讲什么了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 对不对 年轻人应该在哪里 获得他们的研究生学位 对不对 在我看来 虽然 国内读研是很轻松的 但出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那多好 多简单嘛 啊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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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同学们 怎么开始这段落 我想问问你们 怎么开始第二段 一方面 第二段要写的 肯定是轻松 对不对 第二段肯定写的轻松嘛 把虽然写在前面 把但是写在后面嘛 第二段肯定要写的是轻松 但怎么引出这句话 昨天课家就专门帮你们这个忙的哟 怎么引出这一段落来 我想看看你们的那句话在哪 我刚才推荐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知道是这几个字 我想知道那句话 我不想教这三个戒词短语 我天哪 你看 你们自己看 我刚刚才推荐你们 刚刚才推荐你们 记性在哪 说实话 哎呦我这个服了 一方面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国内读研同学们 哎呦我考完以后自己就觉得 OK 哎呀老师 我怎么忘了 我怎么全忘了呢 OK 这句话应该很好用吧 承不承认 这句话很好用 来 一方面 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有的人选择在国内读研 哎是这样的吧 来来来回答 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写出来的句子 你语法也不困难 方向也很明确 很稳定 并不极端 并不极端 并不 并不让你感觉难受 你自己不会觉得难受啊 有两个原因 对吧 为什么有人选择国内读研 首先 对不对 他能够减少经济的压力 是不是减少经济的压力 国内的学费也便宜 国内的生活成本也便宜 就连交通费用也便宜 尤其是放假回家的时候 所以经济压力很低啊 对不对 其次 国内读研更容易毕业吧 因为国内的模式 是比较容易让学生 拿到学位的 只要多跟你的导师 去说说好话 多帮导师贴贴发票 帮导师的项目干干活 到最后 你应该很容易 拿到你的毕业的 所以国内读研 是很轻松的 你看你总结 跟前面对应嘛 对不对 你跟前面对应啊 所以国内读研 是很轻松 你第一段不是讲轻松了吗 同学们 你第一段不是讲轻松了吗 对不对 你就把轻松 分到两个东西上去 不就得了吗 你就把轻松 分到那two reasons上 不就得了吗 这不就是轻松的两个 reasons吗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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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o's同学 这个题都不存在 那个观点 管你能不能写 我编个题 让你们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结构嘛 好吧 都不存在这个题 还问我能不能写 这个观点 我都不会写贴发票 贴发票怎么写 来贴发票怎么写啊 贴发票 好 stick the receipts ok on the books 我不想 好 同学们 同学们啊 请问第三段该写什么了 第三段该写什么了 第三段该写什么了 第三段 第三段要写什么 对呀 但是我认为出国的好处更多嘛 对不对 害处还是好处啊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然而 应该是好处吧 别吓唬我啊 ok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 would argue that I would argue that right 对不对 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们 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是不是这样呢 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视野会更开阔呀 他们接触到的不同的人 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教育方法 都能够改变他以前看问题的角度 所以会变得更有这种思考能力 其次 那出国还能 出国留学得到的这个所谓的文凭 比他国内的可能要更值钱一些 对不对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去发达国家留学的人们 所以对将来就业肯定有帮助 第三 他的语言能力也会提高嘛 因为他必然要会另一种语言嘛 这也是就业当中的一个优势嘛 对不对 是这样的哈 结尾段 综上所述 我承认 对吧 在国内读言 花钱又少 毕业又容易 但是我坚持认为 如果有条件 如果有可能 出国读言 是个更好的选择 同学们 考官会不会喜欢你 自己说 考官会不会喜欢你 你自己说 整篇文章 你自己读三 你是什么感觉 你自己说说你读完以后是什么感觉 你都觉得 哎呀 这个这个 很喜欢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没有必要去反驳谁 对不对 请问同学们 有必要去写第二段的反驳吗 有必要去反驳在国内读书的坏处吗 没必要啊 你说的是 虽然国内读轻松 但是呢 国外有更多好处 你反驳他干啥呢 不就让你对比这两个吗 对吧 所以就这样写下来就很轻松 你也轻松 读者也轻松 你们想一下 考官 他没有在期待着一个特别漂亮的文章 真的 你们的作品 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所谓的文章发表的程度 他有什么可读的 他只求读你的文章的时候不乱 不被读不空话 只求读你文章的时候 感觉你在给他讲一件有趣的事情 表达你的想法 对脚踏实地的说一篇文章 语法错误少点 6.5分 没什么语法错误 并且有很好的举例 7分 读起来很地道 明显看书很多 7.5分 OK 严丝合奉的逻辑 8分 读起来基本上看不出是外国人 8.5分 很好的观点 让我觉得 嗯 我基本上考官也大概写成这个样子 9分 就是这么来的呀 你的文章怎么样那么复杂呢 怎么样那么复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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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判断背诵 判断的特别严格 同学们 所以不要写空话好不好 相信我 不要写空话哟 然后有同学问过我 可老师 你也教我们空话了呀 比如老师 I believe that 不就是模板吗 你过来 我保证不抽死你 你过来 我保证不抽死你好吗 I believe that 那就是模板我还怎么写作文 我求你们了 In conclusion也是模板 On the one hand也是模板 Although也是个模板 我还写屁呀 我还写什么作文啊 三个单词都是模板 我还写什么 求各位了啊 乖乖地把文章写得轻松和简单明了一些 不要觉得刚才我出了一个非雅思题 就觉得跟雅思对不上 雅思就是这样来写的 在这样的discuss当中就是这么处理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结构对着后面这篇范文来看一看好不好 如果有想法语法词汇上问题大 那是多少分 大概是5.5分可能性很大 水晶同事 5.5到6都有可能 真的 如果逻辑很清晰有知识 但语法呢 可能会让人读起来稍微觉得 OK卡顿 那么5.5的可能性最大 你运气很好很好 有可能有6分 真的运气很好很好 因为有学生嘛 除了写作6以外 别的都是5分 除了写作6 别的都是5 你们猜这是为啥 除了写作6 别的全都是5 他语法词汇很糟糕的 他真的就是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想法 有一个连贯度的逻辑写作 词汇也守语法 语法也糟 好好好 来请大家看屏幕 好不好 来求各位看屏幕啊 看屏幕啊 一些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来提高公众健康 是通过增加运动设施和场所的数量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应该有其他的方法被要求使用 同学们先给我你的个人观点 来来来 预见discuss 第一反应 先把个人观点选好 从我三个选项里选 从我三个选项里选 虽然什么 但是什么 请写明白了 请给我写明白了 我知道你要写虽然但是 但是你把那句话写出来行吗 虽然什么 但是什么 别懒吧 你课堂上也懒 客下也懒 你就没有能够动动手的时候 动动脑子的时候啊 我知道你选虽然但是了 可你怎么选的吗 你是打算怎么安排他们吗 怎么把他们俩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对吧 yes 虽然运动设施能提高人锻炼意识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方法 It's good 小青那个很好啊 虽然增加运动设施有作用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比如也可以呀 但还有其他方法 同学们 你们真的应该把但是部分给加强一些 OK 你应该说 但是其他方法会更有效 听见没 但是有更多其他的更好方法 或者但是其他方法更有效 嗯 Yes Yes 对了 虽然增加场馆的数量 有助于人们积极锻炼 但是其他方法会更有效 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对不对 那同学们请问 如果按照这句话来写的话 这篇文章你搞的定搞不定 如果这篇文章按照这句话来走的话 这篇文章你搞的定搞不定了 第二段应该写什么 能想明白吗 第二段应该写啥 第二段应该写的是 增加运动设施如何帮助人们提高健康 对不对 第二段写的是增加运动设施 如何帮人们提高健康 对不对 那无非就是离你家近了 你就愿意去吗 有个游泳池 有个篮球场 你自然可能会感兴趣啊 还有就是修得多一些 那有可能有你喜欢的呀 那所以你也会愿意去吗 所以你就写第二段第三段呢 然而效果有限吗 对不对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运动的吗 对不对 对于很多不运动的人来说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吗 对不对 比如政府强制他们少吃快餐吗 对不对 比如政府让他们少开车 多坐公交吗 对不对 诶 这篮上就写完来 对吧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对两段话展开的基本内容啊 你的两段话不就是这个方向吗 所以呢 大家客厦 好好读读这篇范文好不好 那该同学们回答一下风魔同学那句话 提高医疗放在第三段可不可以 除此以外 提高医疗也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不用让人们去锻炼 可不可以 可以个屁了 都生病了 我还可以什么 都生病了 都生病了 我都已经病了 真的都病了 我还怎么提高吗 你那个只是把病治好罢了 根本就没有提高健康水平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真的要纠结一下 对 风摸自己纠结的还可以 OK 一般来说 facility 我对两个例子具体解释比较多一些 我不太写特别多的例子 真的 我一般会写两个例子的具体解释 我一般不会写特别多的例子 好 如果你们刚才说医疗可以用来预防的话 那我也不反对 肯定可以 如果你要讲到预防的话 肯定可以 预防可以 OK 保健品都来了 我的天哪 你们想想能不能写得动吧 那我就不逼着你们了 好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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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篇范文是针对前面那个观点写出来的一篇文章 大家自己回去看看可不可以 我在这里就不带你们把每句话都读一遍了好吗 因为阅读是人的基本能力嘛 你需要我给你解释每句话 我觉得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连这个范文都看不到 那建桥阅读你这边要废掉了 我们就看几句话行不行 我们先看第一个个人观点 在我看来 虽然增加运动设施的数量 也许能鼓励人们运动积极一些 但它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健康 其他的方式会被需要 可不可以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虽然它能增加人们的运动热情 但它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还有其他的措施被需要 是这样的 对不对 第二段开始 一方面不可否认 对不对 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 少用少用少用 因为这是事实嘛 所以我可以用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当然如果你不想用的话 也可以 对不对 你还是用我刚才教你那句话呀 一方面有两个原因 对不对 有两个原因来说明应该增加这个运动设施的数量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种句子养成你的风格啊 不可否认啊 这些数量的增加帮助人们保持健康啊 是这样的不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接下来如何帮助人保持健康的 你要看看它是怎么解释的 所以呢 再回到昨天的讲解上 请问同学们 核心段的第一句是写的着急一些 还是稍微写的慢一些 核心段的第一句 是写的着急一些 还是慢一些 看见没 慢一些嘛 慢一些就能够给人一个威威到来的节奏了 对不对 前面说的是增加运动措施 可以让人们运动方面变得积极一些 对不对 现在换个说法嘛 不可否认 数量增加以后 有助于鼓励人们保持健康啊 对吧 它的变到它的身上来 然后开始解释了 如果出门就有的话 人们会很乐于去锻炼的嘛 如果修的多一些的话 人们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嘛 是不是这两个原因就解释清楚了 对不对 一个是修的离家近 一个是数量增加 这两个原因就能够让人们有可能开始去锻炼起来 不是每个人都爱跑步的嘛 天天让我跑步 跑烦了 我可能喜欢游泳 我家附近没有 如果修一个 那我就去游去了 对吧 慢一些 慢一些就是第一句先把方向写出来 别着急写细节 直接写细节你就死定了 对不对 我们昨天讲的不就是为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先让你的第一句跟前面重复一下啊 跟观点的某个部分重复一下啊 让读者知道你在回应的是哪个部分呢 他读起来也会觉得方向性明确一些 考官会感谢你的 真的 有同学的第一句往往这么写的 我应该没冤枉你们 有同学的核心段第一句这么写的 一方面众所周知 健康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修建运动场所就能变得健康 如果不修建就不能保持健康 所以修建他们是很有作用的 政府应该支持修建他们 我嘞可去 我要是读者 我会把你卷子撕了的 然后谎称说被狗吃了 所以同学们啊 你要给读者一个娓娓到来的感觉 而不是疯了一样的翻来覆去的写一个东西 第三段开头 另一方面 OK I believe that 或者I would argue that Right I would argue that I believe that 增加这些数量 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的第一个原因是 Right 对不对 Jessica总结的很好 我很强调层次感 听见没 逐渐往下降的层次感 无论是降到所谓的分论点 还是用知识来论证 它都是有一层一层的感觉的 你多读就能掌握这个感觉 所以昨天我说的翻译 你们完成几篇了 Hello 昨天说的lesson two的翻译 完成几个片段了 有同学已经完成六个了 有同学两个 我全完成了 你果然是风魔啊 你忧着点忧着点 最好多体会一下啊 就不要着急啊 慢慢来翻慢慢来翻 好了 那中间我就不给你念一遍了啊 我的第一个原因是 怎么怎么样 除此以外呢 除了锻炼以外 还可以收税吗 让人们的快餐食物少吃一些 对不对 最后呢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是 My view is that 我的观点是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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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这就成为了这篇 虽然但是的基本写作结构 基本上就是轻轻松松 你能够知道的结构跟节奏 把昨天的课价 再加上今天的宏观 结合在一起 那基本上就是 结构清晰 论证有条理 并且还有知识 对不对 举例当中总要讲到具体内容的吗 或者描述当中总有具体内容的吗 像昨天大家写的片段 外国公司的投资 对不对 你要告诉我投资什么吗 投资工厂啊 对不对 投资这个化妆品的这种生产呢 投资本地的农业啊 也有投资农业的吧 对吧 你把它像知识一样拿出来吗 所以你就会得到 哎 考官更喜欢你的这种方向感 同学们 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这道题刚才被我们写成了 虽然但是的逻辑 逻辑很清晰的 观点论证也很好的 我请问一下 如果我说 我想把这道题写成 A和B同样重要 必须共存可不可以 大家看 在我看来 修建更多的体育设施 和采取其他的一些方法 它们是同等重要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同学们 为啥不可以 有同学说 老师 有这个the best way 同学们 你们看得很准 因为有这个the best way呢 所以呢 它稍微显得极端一些 但是同学们 你们相不相信 你就算是按照刚才我讲的 修建更多体育设施 和采取其他的方法 同等重要去写 你只要文字上少犯点错 绝对最低六分 轻松6.5分 你们信不信 OK 因为你那个观点 并不是针对这两个观点 提出的呀 发现没 你那个观点 并不是针对这两个在说呀 你并不是把这两个观点 原封不动的用了一次呀 你是把他们提炼出来 成了你的自己的观点呢 你没发现吗 对不对 你是针对这件事情的观点 不是把A和B死板的重复了一遍呢 就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你们看见了这个The Best 真的很好 因为有这个The Best呢 所以写成刚才那个 虽然但是肯定是很好的 对不对 但是我想劝那些 比如说脑袋都要快想炸了的同学 真的 脑袋都快想炸了 老师这个题 我不会写 那想简单一些啊 那我的观点是 修建更多的体育手诗 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法 他们同等重要 对于提高公众健康来说 挺简单的嘛 第二段写 修建体育设施的重要性 第三段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做补充 所以呢 我认为 OK 政府应该做很多事情 才能做这件事情 光是修建体育设施 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 并不够 可不可以 你到最后也回应这样的一个点了呀 如果你愿意在最后点出来的话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 比你们想的简单一些 你们之前可能被所有的逻辑限制的 有点过于恐怖了一些 你的写作老师没有把你往好的方面带 他把你带到一个沟里去 你在这个沟里啊 常年挣扎 你连基本的逻辑都写不明白 然后你在思考复杂逻辑 你在思考反驳型逻辑 你在思考找到对方弱点 攻击这个弱点 然后强调自己优点 怎么怎么样的逻辑 你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 你先把事说明白再说行吗 好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就好好看看这篇范文 OK 这范文对应的是我们讲的 虽然但是 刚才我讲的写成两个同样重要 是我对你的一个补充建议 如果你能听得进去 你就听 这就很像刚才博物馆那道题 来回答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有点像刚才博物馆那道题吧 有点像吧 对不对 博物馆的两个内容 对吧 它的和主体内容段是一样的呀 那个HFF同时 他们主体内容段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们想什么呢 为什么要不一样呢 所以刚才那个博物馆的题也大概可以这么想 一个好的博物馆既应该娱乐又应该有教育观众 但是你又可以说虽然娱乐挺重要 但教育应该是它的主要作用 对不对 就是一句话的事嘛 一句话来凸显你的个人观点呢 大家就相信我该一句话来凸显你的个人观点就可以了 好 这位巨同学 个人观点在我的要求之下必须在第一段给出 你不按我的来写 我不管你 分数不找我要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对你最有帮助 我觉得对考官来说也是最有好处的 听见没 真的 对你有帮助啊 对考官有好处啊 大家想一想啊 这种disgust题目 如果第一段不给个人观点的话 你怎么结束第一段 来聊聊天 如果第一段不给个人观点 这种disgust题你怎么结束第一段 如果你不在第一段像我那样给出个人观点 你怎么结束第一段 有点困难呢 真的有点困难 比如说各位听一听啊 这句话你们看行不行啊 在给出我的个人观点之前 双方观点将会被仔细的分析 可以吗 这句话 可不可以 在给出我的个人观点之前 双方观点将会被仔细的分析 相信我 这在大陆已经是上黑名单的了 听见没 这在大陆已经是在黑名单上头了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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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黑名单的句子了 这些词会被划掉 这些词会被划掉 OK 因为你这句话相当于把题目抄了一遍 听见没有 因为这句话相当于把题抄了一遍 在给出我个人观点之前 双方观点将会被讨论 这相当于把题抄了一遍 所以涉嫌凑字数 涉嫌根本就没有在写作 有好多同学都是这么写的 你别觉得有各种怪现象 你们当心一些 真的 各种怪现象 超级怪现象 好 那么虽然但是 大家来看看这几个虽然但是呗 等等啊 我应该还有几个虽然但是的呀 hold on 好了 那如果有的话我再补给大家 这个课程上可能我没写出来没问题 我们来请大家来帮我聊几个虽然但是好不好 就是用中文写一下 英文的话课下去练一练 我们用英文来写一写虽然但是好不好 听好了啊 我就限定大家接下来提用虽然但是来回答我啊 限定一下 接下来提用虽然但是来回答我 ok 听好了啊 有人认为 大学课程的内容 应该由学生自己来决定 ok 有人认为 大学课程的内容 应该由学生自己来决定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应该由教授专家们来决定 学生要学什么 来讨论双方观点给出个人意见 不能选别的观点 只能虽然但是 因为这道题我个人偏向虽然但是 这道题我个人偏向虽然但是 所以请把这个题目按照我虽然但是 帮我处理一下 ok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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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课程内容可以由学生决定 Liz你这个前半份稍微简单了一些 你们不能给我写一个太空的话啊 他不需要多么详细 他说太空了确实不行好不好 太空了这边确确实是不行 ok 同学们难道你们不觉得这道题从事实来说还是由专家们决定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啊大家还是要先习惯一下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跟事实方向 真的事实方向好不好 所以呢啊如果我自己来写的话可能会写这句话啊 虽然 大概学生的决定 能让他们更有学习动力 但是专家们的决定会更加的合理和有帮助 可以吗 我我我说的应该还可以吧 对不对 虽然学生自己的决定会让他们有更多学习的动力 但专家的建议会更有帮助 可以吧 你看写的也很泛泛而谈嘛 对不对 只不过呢 你就要去写 哎 对吧 不不不 这就是你要写的唯一内容 你写不到比他更宽了吧 就算我不写这么窄 你的第二段也是要写这么窄的呀 你第二段没有什么可写的呀 为什么让学生决定呢 那不就是让他们决定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我没说错吧 只不过 我把它一开始就稍微把范围限定窄了一些 对不对 你第二段你没有别的可写的了呀 就是这个写作呀 所以 虽然学生自己的决定 会提高学习的这种所谓的动力 但专家的决定会更有帮助 可以呀 专家的决定好处更多 完全没问题呀 That's very good 好 小康是把他反过来了 虽然专家会给出一些专业意见 但我认为学生自己的决定会更利于个人发展 不错 我觉得这句话也不错 但是小康同学写的动波 大家来帮小康同学看看 他这个我们来写段落 我们写的动波 按小康同学这个 不是合不合理 有点写不动呀 真的 真的 真的有点写不动呀 真的有点写不动 不太好写 为什么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的决定 绝对不会好好选 自己只会选那些比较简单的课 你们承不承认 让你们自己选 你们只会选简单的 你们只会选不考试的 写论文的 容易拿分的 容易过的 绝对是这样的 所以啊 让自己来决定 这个说实话 真的有毛病的 小康 你那个想法是可以的 我只是告诉你 你的论证会有困难 我们从来不限定个人观点 听见没 OK 从来不限定个人观点 好不好 Kristo同学 你还在跟我抬杠 大家来帮忙一起说一说 由学生自己来决定 还有别的什么好处吗 自己来聊 由学生自己决定 还有别的好处吗 Kristo你自己说 你挑头的 你自己挑的头 由学生自己决定 还有别的好处吗 有没有 怎么那么抬杠呢 你根本就没有别的好处啊 这就是你基本上能够写到的 对学生来说的好处 Right 所以不是我不让你 或者不是让他写的那么窄 废话兴趣不就让你 你自己慢慢去抬杠吧 这个我们不揪起来 你愿意就自己去看个自己能不能抬明白了 好 请大家继续 请大家继续 再听下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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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好了 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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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想用多少水 就应该用多少水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Kristo 不是你这个Kristo 你是K它是C好吧 继续啊 有人认为 人们想用多少水 就应该被允许用多少水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水的使用应该被限制 这是去年12月份的考题 有同学估计经历过这场考试的 有同学估计经历过 有人认为 人们想用多少水 就应该用多少水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OK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水的使用应该被限制 来 给我句子 给我句子 管你考没考过 快 给我句子 给我你的观点 给我你的观点 虽然人们有权利 去决定自己所用水的量 但水的使用应该被限制 根据自己用水 不对 不对 同学们 你们不能把AB两个观点照抄一遍 听见没有 OK Want这个可能会好一些 No 情盈同学 那个简直在自己 自己跟自己交进 自己打脸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同学就比较合理了 有同学就是他把两个观点照抄一遍 我们不能把两个观点照抄一遍 我们要把两个观点当中 它的核心部分说出来 但你不能说一个极端的出来吗 对不对 OK 好 对 你看炸馒头这个就很好 虽然允许人们使用水能够有利于生活 但是呢 还是应该有所谓的限制的 对不对 或者 虽然 人们对水的需求应该被尽可能满足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应该还是有一个限制的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 这样的话才是你合理的个人观点呢 不是把两个观点抄一遍 就叫个人观点 要分出主次和弱强的感觉的 OK 对 Love change这个也可以 虽然不限制用水可以提升人们生活质量 但是从 这个又多了一些啊 从公众利益出发 应当对水有限制 这个就很好 对不对 No HH同学 你那个跟题目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了 OK Yes 对 例子这个算是合理的啊 OK 虽然允许人们就是用水会带来他们的生活便利 但是呢 合理的限制是有必要的 That's very good Right 同学们知道二三段要怎么写了吗 知道二三段要怎么写了吧 知道了吧 对不对 请问第二段写什么 第二段写什么 第二段写 写什么 不要告诉我 虽然不要告诉我 虽然 OK 对 OK 你要写出 人们为什么需要用那么多水 人们在哪些方面需要用水 你把人们用水的方方面面列出来就可以了 听见没 你把水的方方面面列出来就可以了 来你们能列出哪些用水的东西来 你们能用出哪些需要用水的东西来 来说明应该满足人们用水来提高生活质量 喝水没 我的天啊 喝水真的不要写出来行吗 做饭都来了 我们好歹讲点用水多的行吗 我们好歹讲点用水多的行不 人们打扫卫生啊 人们打扫卫生啊 需要用到大量的水来保持家里的清洁 住在house里的人们需要经常对他们的院子进行浇灌 来保持好的环境 对不对 那些有游泳池的家庭 他们需要用游泳池灌水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生活乐趣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不对 允许人们用水真的有助于人们现代社会 过一个不错的生活是不是